因为压痛点的影响力 会随距离而递减 只至消失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看我按肩部原始点 我为什么知道有效 因为它可以怎么样 改善这一段 那这一段里面有包括轴部原始点 有没有包括 有 确定有 那这里被它影响到了 好 这里会不会影响到它的手腕 会不会 又会 所以它手腕也改善 道理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距离越远的时候 我揉到整骨下沿 那这样会不会有效 我看我又要跑到脊椎 又要跑到肩部 然后再跑到手肘 哇 就要好几个开关 可能已经怎么样 原始就不了进火 那代表怎么样 你即便它是多处的 压痛点再多处 但你最有效的一定要选择 距离患处怎么样 最近 最近 好 那最近的最有效 因为一路研究下来我就确定 原来阿斯蟹它可以再多处出现 但你不一定是找到最近的喔 我只能这样讲 但不是最近还是多少会有效 还是比我们的针刺穴位 传统的针刺穴位 还是要有效 那所以 为什么原始点可以发展到 治疗还有诊断呢 因为它距离患处 最近 你们不信你们看 这一段到这一段 它的开关在哪里 就在上面 你看手指头 它开关在哪里 就在这里 那如果你这里有问题 最近的在哪里 刚好就是背部 它是串通的 对不对 那难怪它那么快 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了 为什么 它是一个位置 但可以发展到变成一个医学 所以有狭义跟广义的说法 其实刚刚跟你们谈的喔 这个医学界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研究了 如果不是原始点这样一路研究下来 孙思淼的阿斯蟹永远说不透 说得透但没有办法说得透 是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没有人再继续研究 那应该原始点之所以能够发展到 诊疗医体 也是既这样一路下来 所以它又最近 然后又把所有的痛点都找出来 那孙思淼它也可能只有一点 但我们不是喔 把所有的痛点都怎么样找出来 你看它肘部就有几点 三点 那它下面还有一点点痛 上面也有一点痛 我就不推了 那所以它毫无尘 如果我再把它这些也都揉进去的话 会不会更有效 一定会 那我只是因为今天是讲课啦 那我就这样做给你们看 当场一定就可以马上让你们了解 所以我说原始点它根本就是如实表达 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好 那我们这个原始点已经讲完 很多人在讲 原始点是不是经络按摩 早期一直有人在问我 那你们听到这里 是不是啊 不是 认为不是的举手我看一下 你们果然听懂 根本不是 所以当时候我 因为刚开始理论还没有写完整的时候 哦 要跟他们解释很困难的 现在你看这样整篇下来 一般人都可以听得懂 那我们也再进一步把经络阿氏蟹原始点 再做一个比较 所以原始点的出现 不仅可以取代阿氏蟹哦 而且它进一步把怎么样 医学推进到怎么样 诊疗一体哦 那这个不是影响的层面 不是只有中医哦 还有现有的医学哦 因为从古至今 我说没有一种医学 能够把治疗跟诊断怎么样 合一的还未有 甚至不只诊疗合一 还可以把怎么样 保健合一有没有 哇 这个就更难得了 那在这里其实已经展开了 所以简单子讲 原始点的出现 已经是历史医学 又一次出现新的新兴啦 所以这个对以后的医学 我相信绝对会有十足的影响力 所以我为什么我说 原始点这一本手册 会影响百年千年后 一定还有人用 因为它诊断跟治疗 完全已经紧密结合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